艷陽高照 碧藍海水清澈無比 新曠神儀的美景令人陶醉 眼前的研究團隊卻無暇欣賞 他們身上還有更重要的任務 考古學家在亞德利亞海科楚拉島海岸附近 意外發現一條與島上新石器時代遺址 相連的海下石板路 研究團隊表示 當代人們的居住地通常在洞穴中 如今證實他們也會露天而居 專家指出 沉默的遺址屬於赫瓦爾文化的一部分 經過檢測證明石板路距今已有七千年歷史 在許多島嶼保護下 石板路周圍海域不予有浪 才讓遺址免受海浪侵蝕完整保存 我們看到很多藝術材料 像石板 鎖刀 刀刀 刀刀刀 目前海底挖掘工作仍在進行中 研究團隊相信在科楚拉島周圍 可能還存在其他新石器時代遺址 藏在海底的人類足跡 如今重現世人眼前 距離瞭解當代文化發展盛衰 更進一步 戴新聞王家正變異